大家好,今天我會教大家做一個香蕉天使蛋糕 一般來說,你外面買到的香蕉蛋糕 都是很肥膩,很膩的 但今天我教你做這個,一點都不肥膩,一點都不膩的 這個就是食譜 首先要有7隻雞蛋 將蛋黃和蛋白分開來放 然後要有的材料就是麵粉 麵粉就是一杯半 然後就是梳打粉,塔塔粉和法粉 然後就是油,糖,還有最重要就是香蕉 香蕉我就是用已經急凍了的香蕉 大概兩至三隻就夠了 你當然要融掉它才可以一會拿來用 首先我就將那些塔塔粉放進蛋白那裡 但我現在就不會打蛋白的 將那些砂糖就放進蛋黃那裡 砂糖我就是放半杯 但如果你要甜一點你可以放四分之三杯 然後我就是開快機 將那些蛋黃和砂糖 打到變成很淺色了 現在你現在看到了 你現在看到了 就在打中了 一會兒打到差不多了 淺色了 開始變成奶黃色 你就可以加入油了 現在你看到它是奶黃色的 然後你就可以開慢機了 將那些溶了的急凍香蕉 做到好像糊一樣 然後你可以逐筋逐筋地 放進去去攪勻它 和剛才那些的蛋漿 攪拌囉 攪拌一下乾的材料 將那些的發粉和梳打粉 放進去麵粉那裡 交勻它 梳打粉就是我們 放入半茶匙 發粉也是半茶匙 然后开慢机 逐匙逐匙干的粉 放进去 要开到最慢机 因为粉不能打到多斤 现在可以预热焗炉325度 华氏或165度摄氏 接着可以打蛋白 蛋白我刚才已经放了tata粉 要开快机来打 打蛋白的时候 打到变成白色 一会见到 白色成一块 怎样拌它怎样倒转 都不掉就为之成功 很快几分钟就可以了 开快机 现在打好了 倒转它怎样拌它都不掉 接着就把这些打好的蛋白 拌到刚才的蛋浆 要顺时针去搅拌它 千万不要令蛋白的泡爆裂 否则蛋白就不够松软了 焗炉预热之后 你就可以放进去烤 你就可以开55分钟去烤它 有时可能要烤整个小时 现在你看看蛋糕烤好了 但你拿出来之前 你可以用筷子刮一下它 看看有没有黏着筷子 确定是可以的 然后你把它倒转 放在一边坑冷 等它完全凉完的时候 就可以起模了 接着我会教大家 做这个柠檬芝士的Icing 刚才的食谱 首先要的材料 就是软熟了的cream cheese 忌廉芝士 你就可以摘到鸡 再加上这个Icing sugar 糖霜 糖霜是四分之三杯 然后我就是放些蕊呢拿香精 三匙匙的柠檬汁 接着我开机拌 刚才的cream cheese 和Icing sugar 拌到它好像忌廉那样的形状 你就可以开始下柠檬汁了 你看到它待会很软熟 现在可以下柠檬汁了 下柠檬汁 你确定它很均匀 很滑的时候 然后呢 你就可以停机了 停机拿出来 就把它遮到盘子里 盖好盖子 遮到冰箱里 我呢 就大概涮它 大概两至三个小时 就可以拿出来用的了 一会儿你起好的蛋糕 就可以将这些Icing铺上面了 好了 现在蛋糕做好了 整个蛋糕冷了 你就可以把它拿出来 拿小刀子 将它起模 起模的时候小心点 不要弄烂蛋糕 因为现在这个蛋糕 很软熟很软熟的 好了 我将它起模 拿出来的时候 就将它 搅一些Icing sugar 上面那里 铺上黑草莓 哇 你看看 多吸引 看到也流口水 好了 今天这个香蕉天使蛋糕 就做好了 如果大家想继续和我一起做食物 请Subscribe我的Channel 拜拜